第九十六章 刚下过雪,地下反了潮,里面腥臭腥臭的 细碎的回音来回碰,源头不明,起了嗡嗡的风鸣 黑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窃窃私语 开会讨论,怎么拿这些闯进来的血肉之躯打牙记 旋即抬起手,打了个响指 指尖顶起一簇雪白的火光 火光往墙上一卷,呲啦一声 只见倪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不少鬼脸 正悄无声息地往墙外顶 有几张脸已经成了形,嘴角还往外渗着血 离墙最近的张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宣主任,这是什么 宣妻一手端着稳稳荡荡的火苗 一手竖在嘴边,冲他笔画了个安静的手势 黑暗深处随即传来金属碰撞的动静 只见他们正前方有几个耳饰 耳饰里密密麻麻的盔甲成排地站着 正亮的长枪雪刃仿佛刚开封 像一群披甲直锐的卫兵 为首的盔甲脑袋已经朝人群转了过来 外勤身上的能量检测仪已经阵风了 宣妻,宣妻摸出手机,输入了条信息 他们好几千年没吃过人肉,饿得快生锈了 一路随对的微管中心人员冷汗没停过 这地下仓库不知道走了有没有一半 里面要命的东西已经快赶上小半个益控局地下封印所了 再往前,地下通道开始油宽变窄 最后进了条几乎只能让一两个人并肩过去的小路 不知道有多长,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这时,古月熙忽然站住 匆忙在刚拉起来的工作群里发了条信息 我看不见了 她的透视眼穿透不到十米的窄道 只能看见窄道尽头有个挺大的空间 但里面全是雾,萌萌的一片 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的直觉 古月熙无端寒毛倒竖起来 圣灵渊瞄了一眼轩漆的手机屏幕 冲众人摆摆手,抬腿走了进去 不要紧 她说 里面没活物了 你看不见,应该是被天道树龟撞了木 大概是天魔不可实用的缘故 她喘气出声 地下那些蠢蠢欲动的危险物 没有任何反应 外情们可不敢照抄大佬作业 既不敢问,也顾不上低头发微信 只好憋着满肚子疑问 一路吊着十二分的小心 踩着圣灵渊的脚印跟了过去 窄路两侧砖头泥土一渣也不敢碰 走着走着 反朝的土腥味忽然不对了 一股血气扑面而来 仔细瓶,里面还夹杂着古怪的甜味 让人一边恶心,一边舍下生惊 几个没顾上吃早饭的外情 肠胃明显躁动起来 越往里走,甜味越浓 有人不由自主地吞咽 植物性神经先一步活跃起来 燥热感挑起人们的神经 轩机的目光落在圣灵渊的后背上 原本保持的一米距离 不由自主地缩短 好在他在圣灵渊身边的时候 神经随时是紧绷的 立刻感觉到脚步猛地一顿 他步伐一措 圣灵渊就头也不回地说 不用紧张 残味而已,早无害了 那是,什么俩子还没来得及问出来 轩机手里的火光就剧烈地颤了一下 方才心里隐约升起的欲望 全体顺着毛孔争了出去 里面大约有个足球场那么大 头顶,地面,四壁 到处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记纹 无数人的,非人的尸体横沉其中 只有极小一部分能看出生前全貌来 一眼扫过去 各种死相,穷尽现世恐怖片想象之极 让人第一反应,怀疑这不是真的 而是某个赤巨资打造的电影布景 小征手腕上绑着能量检测器 隔着手套拎起角落里一小团破布 旁边王泽也凑过来 两人凑在一起研究了半分钟 王泽突然脸色大变地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这 张昭问 什么东西 小征将在那扮上,眼神都有点涣散了 然后慢动作似的机械地捧着放回了原处 王泽胸口剧烈地起伏 像喘不上气来 压着声音说 是,人皮 小孩的皮 像皮草微薄那样揉制过 五官依稀能看清生前的小鼻子小嘴 能量检测器上跳了个微小的数字 显示这孩子生前应该是个特能人 众外情一片哗然 张昭艰难地说 所以,这都是真 他话没说完 喉咙里呛呛的一声 好玄眉吐在防毒面罩里 圣灵渊没理会他们大惊小怪的骚动 要过一个手电 他照着墙上的记文逐字看过去 古月熙小声问他 B,这都是阴沉记吗 是记文,但不是阴沉记 圣灵渊说 阴沉记只是记的一种 记文,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契约书 就是合同 宣机接话说 阴沉记是照模用的 类似于有制式的合同 不同的阴沉记只要在记文里 把记品、媒介、人模换一换就行 属于一个大类 其他制式的记文还有 还有明光记和天模记 分别是妖族地基 献记自己给丹黎复生 以及人足81个顶尖修士练天模的那次 拿这俩哪个举例子都不合适 宣机飞快地撇了圣灵渊一眼 临时改口 还有很多 也有不是制式的 这里的记文我基本都不认识 应该就是 怎么说 原创的记文 你不必认识这种污秽之物 圣灵渊一抬手 一个沾着血的记文字符 就从墙上剥落了下来 快要落到他掌心的时候 圣灵渊手上本来听话的黑物 突然好像有了自主意识 扭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 追到那记文字符旁边 圣灵渊面无表情地轻轻一歪头 黑物和记文同时被绞碎在了半空 说简单一点 记文就像磁石 能从万物中抽取恶意化为己用 抽够了 你就能用记品换你想要的东西 萧正总领外勤 职业敏感度很高 听到这一段 立刻从方才的人皮阴影里挣扎出来 追问 那记品一般是什么样的人 存不存在高危的受害者人群 不存在 圣灵渊手里的手电光 扫过墙角落了半人高的人皮堆 满墙的血迹 残肢 难以辨认原貌的器官 这与虎谋皮的蠢货 阴沉记文指向人魔 记文不敢造次 但这种非制式的记文 都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想要什么 写下记文的人就得给什么 记文一旦写下 就不能悔改 乱世时 献计妻而加小的 都是寻常 那么恶意具体是指什么 像负面情绪那种吗 王泽总觉得手上 粘了什么脏东西似的 隔着手套反复的搓 他现在跟圣灵渊说话 小心翼翼的 不能吧前辈 一切都有两面 怎么就能判断 什么算恶意呢 圣灵渊看了看他 觉得他和那雷泽兽的后人在一块挺有意思 两人一水一活 一个面热心冷 一个面冷心热 一个看着四六不招 其实心挺细 一个看着冷静严谨 触遍不惊 但关键时候 总有点不够机灵 宣姬代为回答 浓愁 极恶意 王泽一愣 立刻就咱们出了点什么 肖征却皱眉道 你最近怎么回事 越来越不说人话了 什么意思 宣姬点点点点 他这段时间 很多事没有藏着掖着 在海上用朱雀火 稍微欲亡事一次 后来又跟圣灵渊混在一起 众外勤们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但本来就客气的态度 明显又甚中了几分 连王泽这种江湖子来熟 都不跟他勾肩搭背了 就这个老肖 腰五贺六的态度 磐石无转移 从一而终的怼他 挺好 这让他有种 自己还是普通人的感觉 就是说 一切感情浓到了一定程度 都是恶意 不管是好是坏 哪怕我喜欢你 爱到浓度高达99% 也会变成毒 类似爱及伤恨 明白了吗 宣姬无奈地说 算了 你画重点记住结论就行 反正这知识点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 没人吃饱了撑的 爱你 他一根嚣张对喷 就忍不住口无遮拦 没看见我喜欢你 四个字轻率地脱口而出后 圣灵渊的下巴微微一紧 古月希及时出面 打断了男孩们的嘴炮 拉回正题 这种所谓恶意能累积吗 假如他从每个人身上抽一点 浓缩到一起 浓度不就很高了 宣姬苦笑道 是啊 不然你以为 这里成千上万的记文是怎么来的 那个 我看这些血迹还挺新鲜的 这回插话的是平贱如 因为自己家主任在 马屁精罗翠翠自然要跟进来 顺手拽他来当个天头 与几个研究院和微管中心的后勤挤在一起 罗翠翠本来是想在领导面前刷点存在感 顺便掌点见识 没想到清平寺宝藏没看见 先见识了这种大场面 当场吓得落了秧 全靠平贱如撑着才能站着 平贱如说 主任 凶手要是没走远 咱们是不是得小心点啊 萧正头也不回地说 后勤往后退 门口等我们 这忌吻是和翠玉写的吗 他这么丧心病狂的目的是什么 忌吻上能看出来吗 轩姬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听一声惊呼 罗翠翠腿软得像面条 凭倩如隔着手套有点滑 人一下没扶住 摔在了满地的忌吻中间 旁边几个后勤 连忙要把他扶起来 罗翠翠却不知看见了什么 张着嘴 手指前方 一边吱蛙乱叫 一边屁股搓地地往后蹭 险些把防化符蹭开当 几道手电光同时往他手指的方向照去 照见了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这里到处是尸体 且大多死得毫无尊严 因此大家都没忍心细看 这时被罗翠翠一指 众人才发现 那尸堆里有一颗熟悉的人头 王子和萧征几乎同时认了出来 异口同声道 何翠玉 玉婆婆活着的时候 前呼后拥 轻贵飞长 谁知道死后竟沦落到 要睡大通铺的地步 身上盖满了尸体 外勤们汤地雷似的 伸着能量监测器 小心翼翼地在他身边晃了一圈 确定一点异常能量也没有了之后 才七手八脚地 将他身上覆盖的尸体搬开 尸体们都还算新鲜 根据周围气温环境推算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周 有一些身上甚至没来得及爬上纪纹 看样子是何翠玉 死于最后一场阴沉气中途 本应献祭的尸体都砸在了他身上 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尸山活活憋死的 一个外勤突然倒抽一口气 看清了尸山下的何翠玉 他默地往后亮枪了半米 差点坐下 何翠玉双腿不翼而飞 胸口以下已经变成了蛇尾 蛇身足有核爆粗 压在他身上的尸体一清理开 他的头就软绵绵地垂了下去 脖子上一层蛇鳞 两颗带钩的蛇牙 从干瘪的嘴唇上滋出来 反射着冷光 别紧张 没事 已经死了 确定没有生命反应 没有异常能量反应 天哪 这是 这是什么暗胚版的新白娘子传奇 算反足吗 可人不是哺乳动物吗 他怎么反成了爬行类 圣灵渊眼神疏得冷了下来 轩机也愣住了 不确定地看向圣灵渊 他真是用了 邀往九训的逆天法 圣灵渊隔着几步 端详着半人半舌的河翠玉 九训是先天灵物 来者不拒 他嘛 看来是吸取了教训 致吃同族 想把自己洗成唇血大腰 所以他在蓬莱会议上 提携水系后背 其实是在给自己寻摩储备粮 王泽身上鸡皮疙瘩 按下一波又一波 他还摸过我手 还拍过我后背 我以为他老人家是表达和蔼可亲 再不济 也是缠我作为小鲜肉的身子 没想到 他还真缠我身子 把我当压缩饼干材料 哼 淡定 王兄 你不是他同族 轩机上前翻开玉婆婆的尸体 水系本来就不多 这七八百年 有同族血统的特能 估计也被他吃得差不多了 赤冤封死 就算是纯血大腰 寿命七八百年也该到头了 所以他才会挑动本真教的疯子 点吃冤吧 张昭嘀咕道 就为了长生不老 他没事以吃人为伤 吃的还是他同族 不是 我以为西游记以后 就不流行这种反派了 八百年了还没活够吗 一个影人到底有多大魅力 一个影人到底有多大魅力呢 传说影人认主以后 每一寸都是沿着主人心意涨的 拥有影人的主人 一生都沉浸在梦一样的温柔箱里 迷恋到修妻弃子 神志全无的大有人在 有的人死了独占欲爆棚 不让影人独活 有的人则不忍心影人殉葬 留起影人 反而给后代留下无穷祸患 还有人年老时走火入魔 绝不肯让影人见到自己摔向 对社会危害小一点的 选择盛年自尽 道德素养不过关的 则会寻找各种邪魔外道 妄图永保青春 何翠玉不是第一个 他只是足够幸运 生在清平寺末代 将清平寺千年积累 巧取豪夺据为己有 拿到了妖王九讯的洗血逆天法 还修习了罪该万死的济文 险些成功了 影人有多大魅力 他没体会过 轩机出神地想 但如果某人肯给他一点回应 他大概也能当场走火入魔吧 张钊道 那些济文也是求长生不老的吗 济文方面我不太熟 轩机回过神来 调整好心理状态 询问性地看了圣灵渊一眼 但我印象里 好像没有能求长生的济文吧 圣灵渊摇摇头 墙上和地上的济文乱七八糟的 都是欲婆婆自创 并且到死都没成功 哪怕陛下是个古今邪术火百科 对着这堆不清不楚的草稿 一时也没什么头绪 只大概能看出 他要做的交易似乎和时间有关系 此地不宜久留 萧征作主 千把受害人的尸体都带出去 有些人死的时间不长 应该能靠DNA技术锁定身份 别的姑且不论 起码能给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至于欲婆婆 她是跺跺脚 都能让当代特能界镇一下的人物 肯定也不能就这么 无声无息的就地填埋 外勤和微管中心的工作人员 慎重地将巨大的蛇尸检查了两遍 确定绝无异常能量反应 才敢组织人搬走 一 二 三 起 小心点 别让她尾巴拖地上 别刮到什么东西 宣吉正用最快速度 将看得见的记文位置都记住 这种邪术痕迹不能贸然拍影像 只能靠专家一点一点记录 这样万一生变 她可以直接从自己驶海调阅 忽然 她余光瞥见 有什么东西从欲婆婆身上滚了下来 是一枚巴掌大的鳞片 不是她自己的蛇鳞 欲婆婆的蛇鳞是接近黑的墨绿色 那枚鳞片却几乎是半透明的 好像将周围所有光源都镀到了自己身上 鳞片上几乎浮着一层梦幻的光晕 流光溢彩的 显然不止宣吉一个人看见了 旁边坐着休息的罗翠翠也出声问 那是什么 最近的张钊文声就要低头捡 不知道 装饰吧 没有异常能量反应 宣吉后脊突然一凉 来不及反应 她的直觉已经试了紧 一把推开张钊 别蹦 张钊被她推得一裂且 随后悶哼一声 悟住了胸口 她胸口暂停一秒的怀表 无端发起热来 那鳞片默得爆出火焰色的光 将宣吉整个人卷在了里面 沾上那红光的瞬间 宣吉好像被人一把按在了水里 耳畔充斥着遥远的海浪声 她的动作骤然变慢 石海一时空白一片 像是连思绪都被放慢了无数倍 她仿佛被卡在了光阴凝滞的缝隙里 丧失了对时间的感知能力 不知道过了一秒还是一辈子 海浪的呼啸被穿云烈时的雷声劈碎 宣吉悚然一惊 被揽进了一个紧绷的怀抱里